兄弟们 上期我们不是搅和了一把奇葩枪吗 我使劲地研究啊 绞尽脑汁 终于知道上期视频呢 把奇葩AK是怎么改的了 看 先把枪的罩门去了 然后选择AK直列盖 这样就可以加3.5倍镜了 然后再来个镜架 上个小镜子 甚至还能再加个高倍镜 怎么样 不错吧 真会玩呀 这游戏快被你们玩坏了 正好啊 有粉丝问我 7万的AK和7万的法老哪个更好用 其实我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最后揭晓吧 那么今天咱们就改这个奇葩枪到7万 来给各位粉丝看看 7万的AK好用不好用 加个斜握把 AK性能厚托 加个消音换个握把 当然还有60发的弹匣需要安装 因为我的60发弹匣本来就有 所以价格没有算上 也就是说加上弹匣的话差不多6万 再来1万的子弹 正正好啊 因为是搞怪整活 所以这把枪并不适合封泽区的酒店 不过它的远战能力还行啊 就像这一包 我今天了第一楼二楼有人 切除高倍镜直接爆头干掉 是不是感觉很好用 但是接下来就不好用了啊 我干掉的这个人 还有两个队友过来宠我了 咱们提前架好楼梯口 来人了 但是我打不过啊 哎 悲剧了 这就是AK的弊断了 先不说射速后座力等等问题 相比于法老 AK的545扣印子弹 真的是不太好用啊 伤害不高 同样的四级弹 穿甲效果也没有M80子弹好 伤害更没有M80子弹高 那这AK就没有优点了吗 当然不会 如果是普通模式的北山酒店 拿这把枪 配个四级弹或者是五级弹 随便乱杀呀 看我这把 出身的位置十分不好 没办法 只能往酒店跑了 哎 有枪僧在通信站 给大家展示枪的机会来了 在哪在哪 在这儿 两枪单发 直接收掉 打这种装备不怎么好的玩呀 两枪一个 舒服得很呀 不知道咱们就不舔了 直接冲酒店 大家可不要看不起普通模式啊 普通模式有个最可怕的地方 兄弟们知道是什么吗 没错 伪装者 被伪装者偷袭 可一点都不好玩啊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外围好像有人 来了 哎呀 这门把他干掉 直接冲 我还怕你吗 直接腰射干掉 没想到这把枪改的还行啊 腰射精度不错 这人居然有两个劲一个子 这运气比我强多了呀 但是碰到了我 到底是他运气好呢 还是我运气好呢 嘿嘿 酒店二楼也有人 不是 敢冲我 直接秒杀 还有个小伙子 在哪呢 在这儿直接干掉 呃 我这算不算欺负萌新了呀 怎么又有脚步 完蛋 好像是三个伪装者 看见我了 不敢下来 那我就假装撤退 直接一个回马枪 第一个扫射干掉 第二个抱头干掉 来呀来呀 不来 看我的秘籍 打药孤影 这不就来了吗 拜拜 这里还有一个 两枪带走 扔雷了 我躲 嘿嘿 不是 怎么还有伪装者 还敢偷袭我 别慌 先踢下楼 还在那架我呢 一颗雷 拜拜了兄弟 撤离撤离 兄弟们 看出7万的AK 普通模式的压制力 有多强了吗 那至于7万的AK 和7万的法老 哪个强 我们还没有给大家 看7万的法老 那怎么说呢 所以说下期视频 嘿嘿 我们来测评一下 7万的法老 那么下期视频 就下期再见了 别忘了长按点赞 加关注 拜拜